新中国联邦这个灭掉共产党以后 大家一定记住七个七个技能 第一次告诉你们的 今天是2022年1月9号 我说的 我们一定保证中国人 第一个要恢复的 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基石 社会的DNA 家庭的关系的伦理正常化 孩子养父母 父母照顾孩子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这是整个中国社会 必然要走的最核心的一条开始的路 然后中国人走向社会的教育 中国的教育应该是成为最最重要 一个国家没有教育 就不可能有信仰 就没有善良 也不可能认可得到实施 教育是建立法治 信仰 社会有良知 一个人和畜生社会的分随理 他才能有法治有道德 第三个老年人 我们一定国家也开始 就到50岁以后 国家必须服得养老 治病到送中到埋葬 有毒质免费的 新中国联邦一定会很快实现这个 而这个不用太长时间 它远比恢复江河山土被污染 要容易的多 因为这是一个法治式的建立 七个早在心中 建立整个的洗壁洗联储 未来你就会看到 自然而然 第一个社会的人是什么 孩子和老人 比如说中国人 你的地 这个国家的地 必须所有地都给了给人们呢 还给人们呢 老人的有地权 和老人的创造过的财富 社会上你必须无常自动分布给他 要该从老年人越活越好 而且老人人有几个选择 我可以跟孩子长大 我可以到社会的 集中的生活的地方 咱们叫养老院 我觉得养老院是最烂的一个词 我认为是一个不同的境界 叫修行 到修行层次了 从劳动 习劳动到思想劳动一个地方去 创造更多财富 另外你可以选择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我现在我还要继续工作 我想继续做事情 发挥你老年的 最好的余热 这个热严格比年轻人力量还要大 那要给什么 老人一个小时工作时间 是你年轻人的三倍 或者更多倍的工资 而且老人是免税的 而且老人要参加的工作 就是必须有优先权的 当然这样的老人 因为有更有钱 他更愿意工作 更有安全感 而且有更大的收益率 剩余价值给他更多 这些老人当然会到老的时候 他有病了 更多人愿意给他治 他更多有物质条件 他会隔到更多人中 孩子不孝敬 小家家没饭吃了 发现他爹在家里边 肉都吃不完 他不孝敬他爹 孝敬谁去 反过来说了 小家家家没粮子吃 他爹那块有肉 他要抢他爹的肉去 这是个不同的概念 孝敬会成为一个伦理 一个社会正常的运转的 一个规矩 更重要的是 老人病了老了 走了 要有尊严的离开人士 因为他更有信仰 这样的系统 是新中国联邦建立的 叫生态系统 有尊严的离开人士